毛主席曾赞扬他,救了红军,救了我们这些人,建国后被授予元帅,叶剑英是新中国德高望重的开国人勋之一,他做的一件事,一直令毛主席面面不忘。 毛主席曾赞扬他诸葛一身为谨慎屡端大事不糊涂,有一次毛主席摸着自己的脑袋,风絮地对人说,这个同志在关键的时候是立了大功的如果没有他就没有这个了,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,在组织发动广州起义,以及筹备起义武装的过程中,有一位十分重要人物为此做出了重大的贡献, 他就是叶剑英元帅,1897年的叶剑英,生于广东省梅县燕阳宝夏虎行村的一个贫寒家庭里,少年时代叶剑英天资聪颖读书很用功,并接受了新式教育有着远大的抱负,1919年叶剑英,考入云南讲武堂第十二期泡科学习,苦心钻研和练习各种军事技能毕业后,他回到广东一心想追随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, 当时的他是孙中山先生的那位,能够直接带乡进入孙中山的卧室,备受器重,1926年北伐战争,开始叶剑英担任中路第一军总预备对指挥部参谋长,此时的叶帅年轻有为才华出众备受蒋介石重用,后提拔卫师长 但是在1927年,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叶帅依然通电返蒋,此时的他已经看清了国民党的真实面目 7月在周恩来,得赞同夏业建英,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,走上了真正的救国救民,的革命道路 1935年,在长征周红一四方面军在四川胜利会时,中央决定向北进攻创建川闪干根据地 但当时的另一位张国道依仗人多枪多,搞分裂主义不但成北上毛而干会议上中央决定分阻,右两路过草地北上干南 张国道却擅自电令,陈昌号率右路军,南下,并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 叶建英立即将这一情况报告,毛泽东中共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迅速率红一,三军团单独北上脱离险境 毛泽东后来曾评价说,建英同志在关键时刻是立了大功的,他救了党救了红军救了我们这些人 周恩来也多次赞美,叶建英在关键时刻所起的重大作用说 叶公大事不糊涂,总是在关键时刻起关键作用 周恩来除了同意毛泽东对叶建英评价的两句话 及诸葛一身为谨慎吕端大事不糊涂 外周恩来,自己也用两句话赞赏叶建英 及疾风之劲草板当时成沉 1955年新中国举行了隆重的授贤仪式 叶建英功劳卓著,被授予了开国元帅军衔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